- 晚安 - 晚安 - 晚安 - 實實在在的遲了個到 OMG 對不起大家 - 抱歉 - 遲了 - 稍微晚了一點點 - 晚安 - 哈囉 - 哈囉 班長 - 哈囉 阿光 - 哈囉 - 哈囉 初鋒 - 哈囉 - 好 看一下好了 - 搞到我的臉好像很白的樣子 - 欸 喔 因為我穿黑色的衣服 - 是 - 晚安 晚上好 - 今天好不一樣的感覺 - 呵呵 因為我穿黑色 - 哈囉 志鴻 - 哈囉 - 哈囉 - 剛剛竹竹抱我聊 抱我什麼聊 - 哈囉 - 晚安 - 謝謝Martin的一封信 - 晚安 晚安阿摩 - 晚安 晚熊 晚安小豆芽 - 晚安開心 - 哈囉 - 冠羽 哈囉 - 最近很喜歡黑色衣服 - 有嗎 還好吧 - 全黑的比較少 - 因為我 - 有一天發現我衣櫃裡面 - 沒什麼黑色衣服 - 那我就開始增添我的黑色衣服 - 呵呵 - 黑白不算吧 - 黑白不就是白嗎 - 謝謝欣偉的行李箱 - 謝謝瑞和的玫瑰 - 謝謝 到底答案太給我了 - キップ - 謝謝初鋒的香檳 - 嗯 - 哈囉 艾拉 - 哈囉 環環 - 晚安 - 晚安 - 一開 - 晚安 - 小心 今天很像特務 - 今天走一個 - 酷風 - 但我沒有要做很酷的事 - 桃木吃飯了嗎 - 吃飯了 - 現在已經九點了 - 呵呵 - 你吃飯了嗎 - 暖風 - 不能喔 - 如果你還沒吃飯 - 的話你要趕快去吃 - 謝謝 - 信偉的一封信 - 謝謝好孩的一封信 - 哈囉 凌凌的保溫品 - 哈囉 別亂來 - 哈囉 囉 - 樂兒 - 哈囉 - 哈囉阿福 - 走一看小型雙毛尾好可愛 - 謝謝 - 大家的禮物 - 滿甜酷的這個樣子 - 你看我頭髮變好長 - 然後 - 哈囉 - 這是很醜 - 沒有人紅 - 呵呵 - 呵呵 - 哈囉塔瓦哥 - 我的衣櫃除了制服 - 都是黑色的衣服 - 真的假的 - 我都是白色吧 - 本來 - 因為很多T恤 - T恤 - 然後覺得白色很白搭 - 他一直這樣子催我 - 那個 - 是不是要換個地方 - 這樣子 - 比較好 - 但你們會不會覺得很醜 - 哈囉麥 - 哈囉阿琪 - 晚安 - 哈囉雅樹 -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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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opy - 昨天的低香馬尾 - 好好看 - 昨天是 - 因為 - 我不知道可能太悶了吧 - 然後 - 嗯 - 然後昨天本來 - 欸是昨天 - 對是昨天 - 昨天本來有工作 - 然後 - 嗯 - 就要 - 化了個妝 - 然後化了妝之後 - 因為還沒有要出門 - 所以 - 就先 - 綁個 - 不想要綁馬尾 - 因為綁馬尾的話 - 它會 - 就是一個圓圈 - 然後綁雙馬尾的話 - 就感覺 - 它至少可以 - 把它拉下面一點點 - 它就可以 - 維持這個捲度 - 對 - 嗯 - 期待唷 - 期待唷 - 我的白色衣服幾乎都是應援梯 - 那你收到小琴的生日梯的時候 - 你就會得到一件 - 不是白色的 - 應援梯 - 哈哈 - 雖然是生日梯 - 雖然是生日梯 - 謝謝中瑩的我來簽到 - 大家好 - 哈囉 - 大橘 - 好 壹丞 -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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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雙馬尾 - 第一雙馬尾 - 本來想說 - 就是真的不太會 - 就是滴滴那一次 - 最後一次 - 因為我在滴滴五二這個節目裡面 - 綁了超多次雙馬尾 - 然後 - 其實也沒有很多次 - 但就滿多次的 - 然後 - 最後一場 - 演唱會 - 最後一場 的時候就綁了一個 不知道是最後一場 對 然後我超滿意那天的髮型 然後之後我就想說 應該就沒什麼機會綁了吧 橘色的衣服還真的只有小晴的生日帖 那很棒啊 我還真的沒有橘黃色的衣服 我也沒有 我也是第一件 小晴是背著一個背包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是設計 不設計 我覺得離穿得下你生日T的S號越來越遙遠 沒關係 你可以買M號 對啊 所以 因為所以 就想說好久沒綁 就拍了一些照片 拍了一些自拍 小晴雙網也很可愛 謝謝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還會 才會再綁一次 唉 畢竟 畢竟少綁一點才比較珍貴嘛 謝謝浣熊的看好你喔 哈囉小晴 哈囉楊公公 今天這個小晴的穿戴也很好看 今天就是 很帥 而且我遲到了五分鐘是因為 我剛剛去洗澡 然後有點晚 顧著看手機 我想說 啊 有點敢怎麼辦 但是你想一下 我們之前我都已經找來了 那麼多 就是我都找到 我都提早開了 那些可以變成我的counter吧 謝謝 今天 末寒的楓葉 才五分鐘 可以吧 才沒有常看到就不珍惜這件事情 今天妝很適合 晚安 淡淡的等等就 對啊 等一下就把它卸掉 等一下就把它卸掉 蠻淡的 哈囉 哈囉 哎呀 今天還提早 今天提早呢就是 以後我可能提早半個小時 那我就有半個小時的 counter 可以吧 我覺得有一天可能會遲到半小時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今天都提前了 就是用在那邊這樣 哈囉 新話 哈囉 反而覺得今天很特別 有嗎 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今天就是颱風天的 大家 有沒有乖乖留在家裡面啊 但好像 我還沒有感受到 很強烈的感覺 大家覺得呢 我今天 在房間的時候 就有聽到 就是 下雨 然後下雨 它每次下雨都下那種很大的 它就是那種 雨水會敲打著窗戶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啪塌啪塌這樣子 喔 昨天很大雨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這個故事 然後 然後想說 欸 下大雨了欸 然後就往外看 喔 就下雨 然後過大概十分鐘之後 它就停了欸 就是完全沒有雨的那種停 然後就想說 太... 這是颱風天嗎 這就是颱風天嗎 今天上下班剛好都沒有下雨 超新的 對 然後今天我們出去買了個東西 然後 對 就去家樓下買東西 然後我們就 我跟一家就出門 然後我們就帶了一把 帶了一把大傘 然後 就想說可能下... 因為我們出門之前看到外面就是非常的霧 然後我想說 有那種SillySilly的聲音 我想說應該在下雨 結果出去的時候 我發現完全沒有下雨耶 我就在想說 可能是因為 還沒有來之類的 會嗎 會是因為還沒有來嗎 可能明天或是今天晚上會超可怕之類什麼的 香港有沒有遇過這種嗎 有 怎麼可能 有啦 但是 但是是覺得 呃 就是覺得 欸 不是颱風天嗎 這樣 今天上下班人度不多 我覺得比平常比較輕鬆 這隻颱風不會直接來 應該就下下雨了 嗯 哈囉陽過 哈囉 暴風雨前 對 我就想說會不會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我說我們會不會就其實剛好在那個 就是像我們龍捲風的風眼中間 然後 大概今天晚上就很糟糕 晚安 誰 哈囉草莓醬 這有點距離 謝謝有Chero的一封信 哈囉 米卡 哈囉 晚安 對 但也好啦 就是大家就是正常一點 就是 這樣子 這樣 要上班大家也不會 就是 太困擾 嗯 我就剛好跟一家聊到說 好像就沒有遇到過什麼大 好像真的是沒有 來了台灣 之後沒有遇到過什麼大颱風 對 就想說如果真的打颱風 我是不是應該要拿那個膠帶 去黏住我的窗戶 我說不用吧 應該不用吧 謝謝草莓醬的魔法棒 謝謝錦 勇德 看好你喔 之類的 這幾年的颱風 對就不打 就還好 比較怕淹水 希望不用出門 不用出門就不會踩到水 配些荷染的玫瑰 喔好香喔 我今天 洗頭 喜歡 我超喜歡我的洗髮精 是不是有點自戀 台風店還是在家比較 安全 嗯 對我感覺我好像有遇到過 就是在公司回家 大概 我不要感覺就很久了 就是公司回家的時候 像 像倒水一樣超大 啪啪啪啪 的一個 的一個 颱風天吧 對我要跟你們講 昨天的事情 昨天就是剛好要 有工作要去公司嘛 然後 就跟 很久沒見面的幾個人見面 這樣 然後我跟 玉琳跟 議員回家的時候 然後 我們就想說 好走回家 這樣 對 然後走回家 走回家 的時候 走回家的時候 沒有下雨 謝謝姓偉子 戳戳你 哈囉 然後 哈囉 柯柯小王子 沒有下雨 我們想說 我們就用走的 雖然說台風天 就算了 我們就走去 捷運站 打捷運這樣 走一走之後 然後 突然 下大雨 然後 我們就說 怎麼辦 我們現在看到 好像又要稀哩稀哩的 然後就說 是不是要下雨了 是不是下 好像又開始下囉 等一下 拿閃拿閃 然後就突然超大雨 大家可能知道的那個超大雨 晚上 我忘記幾點 反正就滿晚的 然後 那個超大雨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 然後 我覺得超青春的 現在 整件事情就很青春 然後 然後 還好我們在樹下面 就比較沒有到 零到很濕 但我們撐著那個閃 那個 還是 就是 整個 我鞋子都濕掉了 對 我都濕透了 然後 撐著閃 但是衣服還是濕的 就可能只保護到頭吧 你們怎麼 我們有三把閃 但是我先開的 我先開 然後我開了 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 他們就是 啊 我們就一直叫 就是啊 這樣子 沒有那個地方 那個時候 我們在路上 你知道嗎 還好再樹一下 然後走一走 就是 原本是真的是 完全沒有下雨 然後我們走一走 就是 那個大雨是 大概 兩三分鐘 那個地 就是 地板上已經 積滿了水 你知道嗎 就是雨太大 然後一邊走的時候 血都濕透了 最近想要多多認識 小青要怎麼做啊 你可以追蹤我的IG 然後 偶爾 一個禮拜 會有兩次 在浪Live直播 可以有空 過來跟我聊聊天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如果要加 粉絲 團之類的 可以問下面的人 下面的朋友 教徒朋友們 謝謝柯柯小王子 三隻雨傘 不要 什麼意思 這畫面感覺好可愛 對吧 我也覺得 我們就是在一個比較 當我們都安全的時候 我們就 我就說 哇這超青春的啦 謝謝禮物 謝謝信偉的楓葉 謝謝華華的魔法棒 謝謝華華的掌聲鼓勵 晚安芋頭 哈囉家君 哈囉家君 謝謝荷蘭的真情告白 謝謝 也可以買生鮮 啊來不及了 對啊 今天結束 我一直勾到我自己的那個 這個斷彈 下個月還是有生鮮 對啊 已經結束囉 大家有壓線嗎 大家有壓線嗎 有壓線成功嗎 小芹沒有背包包 小芹幹嘛要背包包 小芹為什麼要背包包 小芹為什麼要背包 設計 好不好 你們真的是很直男欸 這是一個設計好嗎 我知道因為你們沒有看到那個斷彈 喜歡TV哪一張單曲 就都蠻喜歡的 但要說的話 可能是 都很想 可能是 TTP Festival 因為很開心 而且那一支MV 我們全部人都有參與到 這樣你們就知道不是吧 還好你不是男的 不是 何然就沒有誤會對不對 何然 何然那麼聰明 對不對 何然跟我是同一線的 耶 你們的單曲都很好聽 謝謝 謝謝 因為小芹上掉袋褲 也沒有 只是我剛剛有做做 這樣 看到一點點肉 這樣看起來就是 就不是了 是男生錯了吧 沒有啦 我也沒有說 我只是說 你們這些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 不把你們 不要對話入座就好啦 生血拍攝還有多少庫程呢 你知道小芹就是 比較 不太會拍照 不太知道 好啦 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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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拍一點 下次多拍一點 我會加油的 好啦 就當一日女粉 直男不是很可愛的代名詞 代名詞嗎 你都故意放影片 影片比較開心 不是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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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不是不會拍到 不是啦 那是因為要挑照片 我還是 我是 我是那個嘛 我是比較 在意的女生 我還是要挑可可愛愛的 我自己滿意的照片啦 對 要漂漂亮亮的嘛 對啊 他 哈囉 夢夢 我覺得他已經 拍得很勤勞了 我也覺得 你知道就是 每天 偶爾要那個 問一下 夢夢什麼時候 要發尾 就是 我要挑一下照片 會有不可愛的照片嗎 不可愛的照片 就都收起來了 哈囉 夢夢 夢夢怎麼那麼常來啊 會讓我很害羞欸 但我 跟你 我答應你們好了 我以後 拍升血 會多拍一點照 對 希望 夢夢蹲很久了吧 小琴 生血 生血針 配限動已經很棒了 喔 對耶 欸我忘記我本來想說 我今天要再發一次 那個 生血針 我的 宣傳照 宣傳圖 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每個月 生血針都有 就是自己做一個嘛 就是 不是那種照片 照片 歸照片 就是我自己有做宣傳圖嘛 大家可以 其實大家如果喜歡 就是我覺得 反正我都做了 你們就可以拿去用 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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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張 對 這支業配好多 好滿足 生血針的衣服 拍完都會怎麼處置 就放在公司 就交給公司 因為 手機跳通知 通知 春久 那一次柏林嘉莉好山 喔 春久滿久了耶 要怎麼解鎖不可愛的照片 永遠不會看得到 而且因為我會刪照片 而且我會想很久 就是可能 我今天看完 喔 我那天拍的時候可能覺得 喔還不錯 然後我就先按個愛心 就是先 保下來 然後 之後差不多要發的時候 再想說 要不要 就是 會再考慮一次 或是 修修圖這裡 修修光線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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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塊 謝謝Snoopy的 玫瑰 多張合起來 對對對 求桌布 不要耶 我不要發 哪有桌布給你們啦 沒有 小晴每天都超可愛 欸謝謝 對啊有一天 如果我突然覺得還不錯的時候 說不定我就會發了吧 昨天分享的小晴 要說了嗎 昨天分享的小晴 喔昨天分享的小晴要說了嗎 好 那個就是 其實昨天就是想要 跟你們 就是提醒一下你們 記得 要 注意安全 但是因為我每次的 然後那個晚安 的東西 每次的第一句都是 分享一個今天的小晴 我想說如果 我不講這句的話 感覺很不像是這個環節 一個儀式感嘛 對 所以還是講了那句 但我好像 就是沒什麼好 我本來想跟你們分享的話 就可以說 昨天那個下大雨 走一走突然下超大的雨 但我都控制在15秒之內 所以一定是講不完的 那還是講重點吧 這樣 上次小晴才說 不會拒絕我 我要換答案了 好 超壞 昨天的晚安是真的晚安嗎 不是 欸很多人說是不是欸 不是 跟你們說 昨天我跟夢夢吵架 沒有 沒有 鬥嘴 我說 我今天是一個 我跟夢夢說 我今天是一個想要熬夜的狀態 然後說你不能熬夜 然後我說 蛤 為什麼 他說你每次 但我沒有 我說我 我今天是想要一個熬夜的想 的心情 然後 但是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昨天也熬夜了 這樣 然後他說你是 他說你趕快去睡 這樣 然後我就說 蛤 然後他就說 那時候幾點 十二點半 是嗎 一點多 然後 然後他就說 一點半你趕快一點半去睡 我說 兩點 他說 不行一點半 我說 一點四十 然後他說 一點半 我說 不行 一點三十五 然後他說 好啦 一點三十一 我說 一點三十五 就跟這樣 一直吵 好像 好像小學生 對 我說 一點三十五 那個時候 已經 吵到 十五分 十八分 這樣 他說 好 欸我說什麼 我說 我不像某些人 每次都說晚安之後 他真的是沒睡 我是真的都會睡 他說 好啦好啦 一點三十五 這樣 然後一點三十五之後 之後 欸不是不是 我講好了 一百三十五之後呢 其實他就 他就說 好那你現在有十五 剩下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說好 幾點幾分幾秒 幾秒也太難吧 小晴可以唱歌嗎 嗯 晚一點 晚一點再唱 我真的會睡啊 就是 真的會睡 對 而且我是 那種 每次都是那種 想睡又不想睡 就是我 真的 一點三十五結束嗎 等一下再跟我說 就是 我是那種 我很想睡 就是我 物理上我是真的 十二點多 一點是 真的 整個狀態是想睡覺 就是我會 打哈欠 就是我的狀態 我的腦袋已經叫我要去睡覺 我真的很困 但我不想睡覺 對 但我也不會太晚睡啦 正常的話 好 一點三十五有沒有睡 一點三十四的時候 他說 梁小晴你要去睡了 他說 嗯 好啦 好 然後我說 然後晚安 晚安了一分鐘 對 差不多 然後三十六分的時候 拜拜 回去睡覺 有 我有睡 就是壞習慣 越來越晚睡 不是 就是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 我就是有一個情緒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就是 還沒有要睡 不要一直叫我小朋友 你們都說我是小朋友 傻眼耶 你們最好就沒有 那麼 平常沒有熬夜 哼 謝謝荷蘭的愛子小熊 小晴唱的下雨天很好聽耶 謝謝 謝謝家君 就是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種感受 可能就是 有一種 嗯 就是我會覺得 我的朋友們應該都沒有在睡覺 我的朋友們應該 不會那麼早睡 那就是 大家的 生理 時間 大家應該都還沒睡 那我也想要跟大家 說不定 可以有人會跟我 聊個天什麼 我就覺得 正常一點 就是想要跟大家一樣 那麼早睡 好像就浪費了 那個晚上的 實況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晚上比較有靈感 就是有靈感去做一些事情 做 有靈感去 例如說想到自己想做什麼 每次早上 如果早 其實早上 早上那一刻是有的 但是到中午下午的時候 就比較 如果你真的沒有一件事情要做的話 就會突然覺得 欸 突然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晚上就 突然有很多事情想做了 可以早起跟別人聊天 啊他們就沒有早起咩 熬夜剪片 可是最近比較沒有騙見 沒有拍什麼 不睡的那個 是不是都懶得跟你聊天 是 是 他很晚睡欸 某個人 某個人真的很誇張 那個數字 我最近 有一段時間 我跟 林一跟 林一跟 拿茲米 三個人聊天 就很常講 大家就是那個 群組聊天 就只有我們三個 然後有時候 就 沒有想要叫林一耶 沒有想要叫林一星的時候 我就說 那個數字 哈哈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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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今天 啊 對對對 前幾天 嗯 前天 前幾天 我忘記是 什麼時候 前幾天的時候 然後剛好也是我們三個人在 剛好又剩我們三個人 欸不是 還有澄澄在 我們四個人在聊 在群組 開通話聊 對 然後呢 我就 差不多晚餐時間 我就說 你們要吃什麼 啊沒有沒有 對我說我要去做晚餐了 然後問一下他們吃什麼 我來參考一下他們的晚餐 這樣 然後那珠米已經吃完了 然後澄澄好像吃了牛肉麵 對 我就說 好 然後說 然後我就說 我是不會去問林一的 因為林一吃的東西 不是我會吃的東西 林一吃太少了 對啊 他說 然後我就說 好啦我還是來問一下 林一星你吃了什麼 他說水餃 他說對我說林一星沒有 沒有參考價值 他吃的東西 對我來說沒有參考價值 對 不沾醬我是可以吃啦 但是 就是 對啊 不是啊他之前可能吃 就是 水餃還算是一個正常 他平常 吃的東西什麼 有一次是喝一個湯 反正那個湯 我是沒辦法做到 沾醬水餃 水餃也是可以的 可是水餃就要定 水餃是不是 不然就是出去 要自己去買 這樣 他可以吃兩個禮拜水餃 他不是最近一直在吃水餃 不沾醬油的水餃 吃喝湯 我不知道四神湯之類 我不知道你們要去問他 對然後我那天吃了 我後來我只是聽聽他們想的意見而已 就聽聽他們吃了什麼 但我還是吃我的豆腐 豆腐秋葵 對超好吃的 豆腐秋葵真的是 超棒 我水餃也不加醬耶 我覺得如果出去買的話我就會加醬 因為有醬我就加 沒醬的話就直接吃 自己煮的話就不太會自己加醬 加醬 豆腐好吃啊 豆腐好吃 豆腐好吃 林依是只吃兩次水餃吧 小心不要讓他不吃飯啊 我沒有不讓他不吃飯啊 我也叫他多吃一點啊 他最近已經 我覺得他快要成仙了 他真的 他真的是 對 吃很少 你們可以去問問他的晚餐都吃什麼 或者是午餐 感覺他都下午吃多 最近好想吃烤肉 我也想吃 如果今年可以 生日可以 跟SSKL吃的話 就想去吃烤肉 大家可以推薦我們烤肉店嗎 對啊 他吃太少了 我不行耶 除非一直睡覺 因為我愛 我會動 我就覺得 動的話 就是你要力氣 欸我真的是不能不吃飯 不能不睡覺 不會 不會那種 就是沒有力氣 烤肉派對 烤肉派對 韓國的銅鍋烤肉 你沒有吃過嗎 嗯 沒有吧 吃雅家 吃雅家怎麼樣 有沒有聽過這家 烤肉派可以 不要我們要去吃好的 我吃 我生日欸 我跟你們說 我今年生日要 超級無敵 就是 就是今年想要很快樂很快樂的過 所以呢 就是 就是自己想一些東西 對 謝謝 當然答案太給魔法棒 魔法棒 魔法棒 好 烤肉店吃哪家都好 只要有人幫我烤 欸嘿 我想吃 燙 不是吃燙 笑死 舌頭 牛舌嗎 豬舌 我不知道 舌頭 自從第一次 其實我 不怎麼吃過烤肉 對 然後第一次的時候 好像也是 阿伯商帶我去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吃到了 炭 就是 舌頭 對 然後 我就突然覺得 哇 牛舌超好吃的 之後我就覺得 就有點 但是 因為烤肉就比較高消費 就不能說 你不能每天都去吃烤肉 這也太 太奢侈了 對 所以呢 特別日子的時候 可以去吃吃 我今天也沒有開音樂 但我覺得 突然覺得這樣 蠻安靜蠻好的 你們會不會覺得 我的電風扇好吵啊 牛舌 配沖 超棒 你們會不會有那種 呼呼呼的聲音啊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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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對白噪音我幹 好 牛炭是誰 真的 牛舌好吃 今年一雲也有分享的 今天嗎 今年 今天 對 有 旁邊的電風扇也是發生這種 旁邊那台更吵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我剛剛吸一口氣不小心搶子 咳咳 怎麼辦呢 欸我生日快到了 大家 好開心 還有 還有十天 十天 嗯 還在想 可以做什麼 你生日後天 生日會 充電線會有一個結 對 可愛吧 可愛吧 一起來就要生日了 沒有買到生日替不開心 啊 何然沒有買到 可以跟其他人買 可是我那個時候一直跟大家說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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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說什麼 我說你們就是要趕緊的去買 我現在 現在下面 下面有 買的大家 如果 你今天 這一次你不買的話 就不要賣給他 我就說你們買不到 你們就是 我就叫了你們要去買啊 可是 好啦 好啦 還是可以賣 還是可以買 開玩笑 開玩笑 開玩笑啦 你們自己交易 我那個時候是真的是 你們就是要現在買 我開玩笑的何然 開玩笑的 明年啦 明年如果還有的話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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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希望大家喜歡 對 還是希望大家喜歡 我的生日替 小心超壞欸 嗯 好啦沒事 今年就很可愛 今年 今年 我看到了 我穿過了 大家 我穿過了 對 就很可愛 滿大的 我終於 我終於穿了 然後我想說 比我想像中 沒那麼的 嗯 沒那麼 橘 但我覺得是好看的 好看的 滿亮的 但沒有到螢光啦 就是那種 橘黃色 就是 沒有偏橘 但滿橘黃色的 對 屍體如何 有拍照片嗎 我現在問問 能不能發 可以的話就 期待第一件 對 第一件橘黃色的衣服 對 我一開始在想說 橘黃色也是有分 偏橘跟偏黃 對 嗯 就滿 滿金 金 金黃啊 好啦你們就期待吧 期待一下 滿可愛的 我高中的運動服也是橘色 好陽光喔 好陽光的運動服配色 反正就快要 快要 生日了 所以我最近 還滿 興奮的 要策劃一下 其實我想說 生日那天可以開直播 但是 嗯 嗯 但是我想說 早上你們又不方便 晚上的話 嗯 晚上的話 可能會很晚 然後如果我只開 一個小時 會不會太短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讓你們請假 前一天跨日 多晚都行 是嗎 可以跟你們聊聊天 這樣 講講我的心願 這樣 許願 我真的是很 很 很 就是我 很喜歡 生日嘛 然後 很喜歡生日這一天 因為我覺得生日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天 就是你誕生的那一天 所以 就是 特別是跟朋友們講 生日快樂啊 還是自己的生日 我都很注重 然後還有 任何 可以許願的部分 我應該有跟你們分享過 快要生日的大家 你們也可以 你們要記住 就是 生日呢 可能你會收到很多生日蛋糕 然後上面會插蠟燭 然後呢 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呢 就會叫你許願 通常呢 就可以 就叫你許三個願望嘛 兩個可以講的 三個放在心裡面嘛 第三個放在心裡面嘛 然後 我的原則呢 就是 只要有一個蛋糕 有一個蠟燭 你就可以許三個願望 所以 只要越多人送你蛋糕 你就可以許很多很多的願望 這樣 對 大家謹記 抓好 許願的 抓好許願的機會 然後 第二個就是 跨年的時候 我也會許願 跨年 5 4 3 2 然後 看到流星也要許願 但 平常不怎麼看到流星嘛 然後 還有就是 看到彩虹的時候 好像也可以許願 但我忘記許願 你知道嗎 有一天 就是 我跟 一家出門的那一天 然後 在車上看到了 看到 因為下雨了 然後 然後就 雨停了之後出現了彩虹 然後我就很興奮 我就開始拍照 我相機有拍 但是 很淺很淺的彩虹 我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彩虹 但是 就很興奮 然後我就 忘記了許願 然後它就已經消失了 但我傳給了別人 我說可以給大家許願 看到了太陽可以許願嗎 看到了小太陽可以許願 對 蠟燭一把 小許許都是願望 一個蛋 沒有一個蛋糕就一次願而已 對啊 自己買蛋糕許願也是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啦 然後還有 還有 大家有聽過吃飛機的許願嗎 我發現很多人沒聽過這個 就是 喔 還有星星瓶 還有紫賀 但星星瓶跟紫賀都是比較難達成的東西 所以我不會為了許願去做 對 然後 呃 吃飛機 大家有聽過吃飛機許願嗎 吃一百個飛機 就是 你在路上看到有飛機飛過 然後 然後 吞下去 然後就 一兩 一架飛機 然後 吃一百個飛機可以許一個願望 對不對 吃飛機 就這樣 抓下來 然後吞進去 然後一百個 對吧 就我有很多許願的 小知識 聽到了很多 紫星星 紫星星 我沒有達成過 但我以前小時候 很愛 摺星星 但你要記得你 可是我後來我就沒有吃下去 我大概吃到六十三吧 然後就停下來了 我一直 就是這個電風扇 一直吹 然後我的頭髮就會往那邊飄 然後飄一飄它就會定型 你看 今天把它關掉 它就會變 它就因為一直往那邊吹 就像吹風機一樣 然後就往外敲 為什麼我 唉 算了 沒關係 六十三很細節 因為就停在六十三啊 停在六十三 然後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 我應該有一年沒有在 沒有在做這件事 一兩年吧 大概那段時間很常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 飛來飛去的時候 然後就一直在吃 其實也沒有 沒有在想說 沒有在想說 一定要許願什麼 但就是 就是有在做這件事情 是蠻有儀式感的其實 如果你住到寒道附近 就可以每個禮拜都許願 可是你要 就是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去吃 結果有時候可能走一走你就忘了 沾醬嗎 食沾食不沾 吃機場 吃機場也太 模型飛機可以嗎 算了其實這是一個 你心裡面的東西啊 你覺得 對就是對 就跟 生日 許願一樣 就你生日 許願你也是 我今天說 每個蛋糕都可以許願 但你也可以不做啊 對吧 因為我注重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會許 但我有時候許的東西都一樣 基本上 基本上 我 我許的三個願望 基本上都 很 一樣 對 除了一些講目標 因為有時候覺得 有一些願望就是要 有點像目標 就是你講出來 不是說讓別人幫你實現嘛 就是你自己 想要做到 什麼的 有點像目標 但不然的話 以前大概 大概有兩個 是一定 基本上不會變的 一個就是 希望 平安跟健康 就是身體健康 對 還有和平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想要變漂亮 大家就是 就是 就是想要變漂亮一點這樣 對世界和平 跟大家身體健康 對 然後去年就是 疫情趕快結束 愛美 變漂亮這個已經達成了 不是美 就是追求美 是不會有 達成的一天的 只會越來越漂亮好嗎 但是我的頭髮一直外翹 讓我覺得 好想要把它夾夾 夾一下它 世界和平 我可能是管不到啦 但身體健康 就是想要身邊 自己跟身邊的人 身體健康 它好翹喔 算的沒關係 好的了解 愛沒有極限 是 的確 沒關係 可愛是 女生的 永遠的課題 好嗎 很可愛啊 謝謝你們 好好笑喔 你們 笑 我們現在真的很像那種 晚上在聊天的感覺 然後你們就說 不是嗎 我們就是啊 我們不是嗎 減肥 減肥是一輩子的事情一樣 對啊我就是 每次都覺得 有些人說 好我現在要努力減肥 然後 減完之後我就可以大吃特吃了 因為 為了大吃特吃而減肥這樣子 但我覺得 吃了就回去啦 那就是永遠都要繼續減 太難了太難了 深夜聊天談 我有時候會在想說 還是 我是不是該做點什麼 然後 不然的話怕你們太無聊 就是 之類的什麼 其實我今天本來想說 來做衣服 但我後來 我就問我媽說 這樣會不會很無聊 你看我已經布都準備好了 我要幫我的 玩偶做衣服 你看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那個 SSKR的 團服嗎 猜拳大會的那一塊布 但它是很爽 它只能 它 但是這個格子我真的是蠻喜歡的 所以 就是 也沒丟掉 存聊天也是挺好的 存聊天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有交流啊 你們就 就是 我就怕 有時候怕做事情 例如說 自己好像也做過 什麼我寫字什麼 寫日記什麼的 因為我有點不能一心二用 就怕少了一些跟你們聊天的機會 怕你們講話我沒看到 然後 你看著我 你們看著我做事 又有點無聊 什麼的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 就是那個 沙 我沒有說要給福德做 但我想說 我覺得我做了的話 感覺就 下次 下次好了 下次我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 現在有點沒有準備的去做 就是 怎麼說 我也沒有畫線 我也沒有畫紙樣 什麼之類的 雖然是平常我也不太 有啦 我自己做那個 我有手繪的那個 披肩的時候 我是有畫紙樣的 然後就想說還是 就是等我想好我想要怎麼做之後 再做 可能比較有效率一點 就可以 做也做得到 然後也能夠兼顧跟你們聊天 這樣子 喔我的小獅子真的很 可愛 我今天又帶了他出門 小獅子 真的 我應該蠻 蠻常講的 就是今年的 2021的目標 是想要成為 比較獅子一點的人 對 設計圖 嗯 對可能要畫一下 畫個 畫個 就是你要想清楚你要怎麼做嘛 就不是說 欸 衣服是這樣子的 但其實衣服不是這樣子的 他應該是 嗯 四個或 五 四個或三個嘛 一個這樣子 喔 不論這個手 就是 這邊一個嘛 然後這邊一個嘛 喔 或者是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是 兩片 前頭 然後這邊也是前頭 所以你要先想好 怎麼樣才比較像獅子 就不要怕 嗯 因為我 對 今年就是不要怕 然後 不要想太多 霸氣一點 就是 嗯 然後強硬一點 然後 對 這裡 哈囉大家一起來看 哈囉 你好 謝謝 謝謝開心的戳戳 你 獅子 我本來就是獅子嘛 是嗎 開心 可愛 小琴要施壓施壓 這句好難念 想多說我的優點 但我不想要被 就是 不想要被 一些自己 就是一些想太多的東西 束 束 束 我 束束 自己 我也是 獅子 我們都獅子 對我想當獅子做一點 然後 就是 很多人 有跟我說 我蠻獅子的 但有些人又說 我看起來很不像獅子 對 溫柔善良 這些點 和善 這些保留 因為這是好的東西 但 就是 不要那麼的 就是 有時候有點優柔 優柔寡斷嗎 優柔寡斷 兔子 對 兔子 兔子 我是龍 獅子加一 八五 八五 可愛核心 對 所以 今年我的 我的 不是生日願望 但2021年 想要 做一隻 就是想要往獅子的方向走 謝謝TING的啾啾你唷 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對對 這個是我第二個 就是 也不是說堅持想做自己的事情 是 2021年 想要 想做什麼 就 盡量去做 這件事情 小型是幾月幾號 你猜 要變龍 因為我是 沒有我是說我生肖不是 生肖 生肖不是兔子 生肖是龍 那什麼一隻好獅子 謝謝 謝謝 每年都會許的願望 是嗎 我前幾年 2018 所以想 我真的是會記住 就 2018 2019 我的 我的 主題 恩 就我主要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想要成為一個穩重的人 對 我應該一直講吧 那兩年我就一直講說 我希望我自己能夠再成熟一點 做一個穩重的人 不要讓自己那麼的 讓人不放心啊 什麼之類的 之類的 就處事再好一點之類的 欸信偉很兇欸 她說成員都不知道 你自己去看 哪有 我生日是8月2號 8月2號 獅子座 對對對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後來我好像覺得 好像 運動有點難 風風天天幾好啊 多謝 大洲人呢 都還有 成熟一點 穩重的 加油 謝謝 好啦 開心 其實一直有變成熟 其實我覺得我有長大 但是 長大 但是 就是 其他部分吧 我媽也一直說 你不要再讓別人覺得 你好像很笨 這樣子 好啦 反正就是做好自己 應該做的事情 不要添麻煩就好啦 對 開心最重要 對 健康第一 開心第二 然後 後來我就改成 也沒有改啦 但是 我的 嗯 想要做的事情 嗯 不是想要做 是 嗯 最 就是 許願的時候 目標吧 目標 就變成 我覺得 穩重 也不是不重要 但後來就比較 想要把目標改成 就是 先 就是我覺得 也不是時間有限 反正就是我覺得 嗯 不要讓自己有後悔的機會 之類什麼的 然後 把握每一次 自己 把握每一次自己想要 做的 做的事 跟機會 對 謝謝盒軟的看好你喔 我為什麼今天又變成有點 那個了 我要改名成健康 別人好像說母數 我剛剛說別人是 我剛剛講什麼了 謝謝陳恩的掌聲鼓勵 對啊 怎麼又開始講 沒關係啊 快 接近 接近 生日嘛 講一下 生日的 想法 講一下我的生日 對啊 欸 我不能講那麼快 等一下我 我生日就沒話講了 對 然後你們又要再聽我講一次 一樣的話 你們 你們 不無聊嗎 生日後一定要做的事情 生日後 嗎 生日後一定要做的事情 還沒想到 就是實際 實際的東西還沒想到 但是 就是 也不是因為生日 所以想 才想做一些事情啊 就是 嗯 就是 20 也不能說21歲 就是怎麼說 就是一個目標吧 一直都會有啊 一直會有更新 不無聊 但是現在應該也會有其他幹錯 對啊 唉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年 可能是因為疫情 然後 然後 沒有時間去做很多事情 也 也許 也許就是這個生日 並不會跟往年過得那麼的熱鬧吧 有可能 不確定 不知道有沒有解封 可能解封之後才會跟大家吃飯 如果就是 沒有比較好的話 可能也盡量 也不能就是 沒有跟大家很熱鬧的一起過啊 什麼之類的 但就是我今年就是很 而且我心境有很大的改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我就想要生日的 好好的過 今年 特別好的過 就是 不是說真的要做點什麼 是我自己 對於我 我想要對我生日這件事情 所做的行動 比較多一點 對 具體就 下次再講好了 就是生日那附近再講 因為我也還沒做 然後 嗯 然後我就在想說 明明又不是什麼特別的歲數 不是說什麼18歲生日 也不是20歲生日 就是 一個普通的21歲生日 然後我就想說 真的很好笑 希望到時候可以順利 烤肉吃糖 嗯 謝謝鐘頭喵喵的看好你喔 演的要準備嗎 不用 小晴 沒有吧 你的生日就是獨一無二的 喔這句話好棒喔 謝謝你 信偉 不管你聊什麼 都是屬於你的 不許說無聊 講著一樣重複的話 還是聽得很開心 謝謝 祝小晴順利過完自己想要的 其實我還沒想到我生日 要怎麼過 每次生日都很重要 我也覺得 就是每個人 今天其實今天也是 今天是我一個 很好很好 很好的一個 香港的朋友生日 對 然後 就很替他開心 因為生日很重要 對 生日 真的變健康了呀 誰 誰變健康 欸 你真的是 哈囉 健康 健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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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歲也很重要 二十加一 大家二十一歲 會不會還沒有 有人 有人還沒有二十一歲 但二十一歲的時候 大家有什麼 做了什麼 就是你現在回想二十一歲 你 就是 有做什麼特別 深刻的事情 哈囉 F 我快滿十八了 喔 恭喜恭喜 謝謝瓜瓜的帶你去流浪 有嗎 是我的人生日 就很普通 今年二十一都不知道自己做過了什麼 快二十一 錢我忘了 數慢 數 數饅頭是什麼 數饅頭是什麼 二十歲就有特別的 那二十歲你做了什麼 深刻的事 比較深刻的報告 好了啦 開心 當兵吧 哈囉尬仔 好久不見了 二十一好像是大三 是不是 當兵所以數慢頭 原來如此 正常是應該考驗 早安早安早安 哈囉台中金城武 二十一歲 想起來也是去年的事情 二十一歲 嗯 我覺得 來了 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吧 然後我覺得 來了之後 每個 生日 不能說是每個生日都有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但是每次生日的時候都會想到 其實那一年做了很多事情 但這應該是跟工作也有關係 但再倒回去幾年前 可能 就是 小時候 比較 沒有印象 然後我也不是那種 別人會一直幫我 就是 慶祝生日的人 所以我來了台灣之後 因為有 很多成員嘛 然後大家就會跟我說 生日快樂什麼的 我就很開心 然後還會辦生日會 我就很開心 因為 像是 八月 就是暑假生日大家應該也會有差不多的感受 就是暑假大家會忘記 就是暑假大家會忘記 不會找你出來一起慶祝生日 這樣 就比較不會再過生日 都是跟家人過這樣 回想二十一歲 在努力讀書 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我也是啊 哈哈 二十一歲還有三年 好年輕喔 對 然後 就基本上 不會有人送禮物給你 然後也不會有人 特別跟你一起 就是 過生日什麼的 我生日就過得蠻 普通的 大概後來 高中 附近 然後 呃 就認識了一些外面的朋友 就是不是學校的朋友 就是可能 網路上認識了一些朋友 然後 就 因為 也不是學校的問題 這樣就不是學校的問題 就是你們要見面就是 出來見面嘛 然後 所以就變得 就是 有一年 對 有一年就會 跟 有一年他們就跟我一起唱 通宵 卡拉OK 有一年 我農曆生日的 新年的時候 生日 這樣會不會覺得就是 可能少了個什麼 因為大家就是 順便 就少了個假期 就順便 順便跟你說 生日快樂什麼 會嗎 但是這樣子 那個 壓歲錢不會變多嗎 壓歲錢會變多吧 好 好 青春啊 通宵卡拉OK 但我也只唱過那一次 然後 香港的動漫節 通常在 那段時間 舉行 然後有時候 就剛好撞到 那一天 然後 那一天 我就會跟朋友一起去 哈囉阿德 不會 謝謝 謝謝 中瑩的告白祈求 謝謝 我外生女生日是聖誕節 她媽媽會準備兩份 喔 好好喔 謝謝阿德的續費 現在過生日應該很熱鬧 現在過生日 就是 我 我嗎 我的話就是 嗯 我也沒有說 一定要很熱鬧 但是就是 像是有生日會啊 就是有很多 大家願意跟我說生日快樂 我是覺得很幸福 補個口號 太多了 太多了 還可以 就這樣 吃掉 不能吃掉啦 比賽結束後 朋友在看台直接又拿開 哇 這好 好可愛喔 好棒喔 這很像 什麼情節 就是 什麼小說 還是 編織劇 之類的 我前兩年生日都在活動過了 希望今年也要活動 希望 好幸福 生日真的很開心 因為 像是現在 只要跟朋友一起過的話 就是 先不說有沒有 禮物啦 但就是大家會對你很好 你是壽星耶 什麼之類的 嗯 但去年 去年就是一個 培訓 去年就是 去年我生日當天是培訓 然後早上超早起床 然後培訓 然後晚上還有自助練 然後晚 再晚一點 再晚一點的 有跟SSK 有約吃烤肉 但中間就是 一直都是一個 嗯 就是 練習嘛 然後那個時候也在 練 好像練reset 然後也 就是 有卡關的狀態 沒有到卡關了 但是 反正那段時間就是 蠻有壓力 什麼之類的 然後 他們就給我 surprise 不是 SAKURA的自助練 對 他們就給我surprise 我真的是下苦 我真的永遠都是 暑假第一天 沒有得上學 聽那個 跟我說上禮拜了 我也是 不過現在有 有 WhatsApp之類的 嗯 嗯 信息之類的 大家會 互相傳 好像就 玩好 謝謝 阿德的電圈 去瀏覽 試過生日 有年生日在中秋節 吃月餅過生日 突然覺得 月餅 感覺比較膩 很難忘吧 驚嚇 你們 我應該講過了 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那時候壓力很大 就是 我那時候真心覺得 大家不練了 是嗎 大家怎麼 大家 大家是那麼明顯嗎 大家不想練那麼明顯 大家是真的是 小琴 最近有想吃什麼水果嗎 小琴最近想要吃什麼水果嗎 想要吃小番茄 我最近吃了好多小番茄 小琴 永遠有心粉沒聽過 又小琴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怎麼講了 就是去年 去年大概就是練一練 其實已經練完了 我記得好像是 快要結束了 然後 休息時間 快要結束了 對 你哪天不想吃水果 換前再跟我說 休息時間的時候 然後 大家就說 要去洗手間 什麼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已經練滿久的 所以說好啊 就去休息 然後就剩 幾個人 這樣子 然後其實會不太會 還 就是還沒有記手 然後 我就想說 好那就 就再 一起練練看 然後他原本是幾個人一起練 因為我其實也 到沒有到 就是 很厲害 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可能 看到 某些人做得比較標準的 我就讓他幫忙 就是做一次 然後 他跟著這樣子 然後就叫了 那時候 易遠跟林一在 做 對 然後其他人 阿潘好像也在 然後 其他人就是 就是 逐漸出去 這樣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然後就讓易遠幫忙 然後易遠後來就是 嗯 做了幾個動作之後 然後就坐下 然後繼續聊天 然後後來就逐漸 慢慢的 大家就 越來越 大家都出去 然後剩我跟齊慧 我那時候也在想說 其實 就是 阿好吧 來 那我來教 齊慧 這樣子 然後我就 一邊 示範動作什麼之類的 然後突然有人 好像是 原子族 原子族突然走進來之後 他就把那個燈全部關掉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樣 大家是怎麼樣 大家是覺得 我們不練了 我們不練了嗎 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的進度沒有很好 其實 就是我說 整個進度沒有很好 你也騙你 他兔子痛 他沒有吧 他有騙我 他 不知道 反正他們就逐漸出去 我沒有再留意他們 為什麼出去 這樣 反正後來我就想說 好 真實的心情就是 唉 所以 只有我要教武器會嗎 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 其實我真的沒有很會教 那個時候 對 然後 那天 你完全忘了那天生日 就是我覺得 大不了就跟 就沒有想到會 有人給我驚喜啊 對對對 就是 我已經真的不太會教 然後大家也沒有要幫忙 就是我 我可能 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因為我那個時候 不是 不算是全情 你知道 就是我也怕我自己有 不對的地方 然後 又沒有人用意去幫我 然後想說 為什麼一個一個走掉 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進度不好 然後士氣有點低落 然後大家都不想練了嗎 然後還關燈 後來說 關燈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就拿了蛋糕進來 Happy Birthday 然後想說 哈哈 然後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哭 我就是 很驚嚇 對 然後後來是 張雨林 拿著蛋糕進來 然後跟我說 生日快樂之後 我就 我就好像有一點 好像我忘記是 就是差不多 那樣就哭了 小慧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可能是 你要問小慧 謝謝開心的要你好看 對 我就想說 嚇死了 我現在快哭了 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沒有快哭 現在還好吧 現在回想就還好 但我 唉呦對不起 我有點想喝水 我明明有帶水來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水放去哪 欸 你們等我一下 欸 小慶有抱哭嗎 小慶 小慶有抱哭 欸 欸 我沒有帶水來 哈囉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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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紅包 小慶沒有抱哭吧 小慶有哭一下 小慶有哭一下 然後晚餐會去吃牛舌 哈哈 太開心了 我這樣算是我第一次收到驚喜吧 因為我 嗯 不 不怎麼收到驚喜 後面的烏克麗子 對啊是我的 我覺得 生日那天不要想那麼多比較好 這樣子才比較有趣 這樣子才比較有趣嘛 而且如果真的是沒有驚喜的話 你也不會失望 對 欸我覺得生日就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 不要一直覺得 不要 不要套路你 被套路到就被套路到唄 這樣 反正就生日嘛 大家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之類的 我是這樣覺得 但那天真的蠻驚嚇的 但我完全沒有想過會有人給我驚喜 好 捉弄嗎 大家敢捉弄我嗎 好他們敢 他們 他們實際上是真的敢 謝謝朱辛丹的告白氣球 我也沒有被捉弄 大家聽 我真的很喜歡Sakura大家 我真的很喜歡Sakura大家 好好笑 他們 他們最愛笑我 很鏘欸 Sakura真的是 就是很快樂 對 我們很有團愛 超愛 就是也不是我自己說啦就是 好吧就是我的我個人意見 我是自己覺得SAKURA是 真的是最有團魂的一組 就我們有自信 我們在三組裡面一定是最有團魂 不是說別人怎麼樣 就是我是說 以我的角度就是 我相信我們可以成為 最有團魂的一組這樣子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SAKURA YUNI SAKURA 我們 音組 對雖然 就是 有時候 就困難重重 很多困難 但是呢 我們大家還是很努力 想要 就是 就是 停過各種難關 對 想看公演 會的 以後快了 快解封了 一定有機會 只是 對 對 要踩加油 加油啊 哈囉旅館 哈囉旅館 好像很久沒見 只要有團體愛就能夠快樂過去 頭目要加油 對 我們加油 我們一起加油 對 今天是兩小時嗎 對 是的 我們應該到 欸我九點開播嘛 所以十一點 小心要不要退後一下 退後 你們退後一下 想要幹嘛 謝謝 謝謝中華喵喵的媽媽寶寶 好好笑 謝謝 有啦我看到了 小晴你有登記打疫苗了嗎 大家有登記了嗎 我登記 有登記了 記得要 登記喔 我媽也很 就是 我媽媽也是很 就是 著急這件事情 大家 有機會的話 就去打一下疫苗 因為 就是 比較保險一點 真的健康 我真的是今年 特別講這句話 講了好久好久 就是 就 能夠感受到 健康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嗎 就你要有健康的身體 你才可以快樂 那快樂盤放第二嘛 所以呢 就是 你要先維持好 你自己健康的身體 我是不是越來越這種 謝謝 謝謝華喵的 狗狗 抱抱 我是不是越來越的 囉嗦 很像 一邊 一直在講一些 莫名其妙的 哈哈 慕名其妙很認真的話 哈囉楊果 欸小金安 哈囉 對 反正就是 對 大家記得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這樣我們才可以 有更多的機會見面 小金也 會保護好自己身體 對 這樣才可以去見你們嘛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我 好 但同時你要擔心 就是不是擔心你自己 哈哈 記得要 就是 多關 關心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好不好 謝謝阿德的香檳 DES DES 對啊你們擔心好你們自己吧 蛤 對 注意身體健康 健康就是財富 好老人喔 OMG 可是沒有 這是對的 還有就是 天災 颱風天 不要出去晃了 就是不要出去玩了 不要什麼 颱風天去爬山 真的不要 大家 沒有必要去 就是 真的是沒有必要去 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拿自己的安慰開玩笑 好 再次跟大家說 好好的照顧好自己 不要犯軸 真的 你可以再往上衝浪 你可以再浪Live 順著這條 這個浪 好嗎 不要在海上 打颱風就不要 不要在海上衝浪 好嗎 好 欸你們好乖喔 很棒 給你們一個讚 多謝老情 我好難猜 那可以早點睡吧 小情版100塊10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棒喔 酷 謝謝 謝謝 謝謝看好你 謝謝信偉 謝謝 好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禮物 謝謝TING 謝謝阿 阿阿阿 阿光 謝謝猴子 謝謝中瑩 金庸 謝謝 家綺 在家賭豪 謝謝CKMK 為什麼大家突然 送那麼多掌聲鼓勵 對當他 謝謝海海 跟施宇講話 謝謝 陳恩的玫瑰 謝謝 Snoopy的 禮物 謝謝 小伊的禮物 謝謝 台風天 台風天你要早點睡嗎 喔 我要跟你說 就是 因為不是下雨嗎 你知道 就是 我大概每天的早上 都會被陽光曬醒 大概 五六點 我第一次醒來的時候 我非常的興奮 我想說 哇 我這麼早 我居然被陽光曬醒了 好青春喔 然後 第二三次就開始覺得 好熱 就不想起床 就醒來 之後就 看一下時間 然後再睡回去這樣 然後我今天 因為下雨嘛 我們今天 我今天超順的 我今天就是直接睡到九點 好棒喔 我今天沒有被曬醒 我就覺得好開心 今天睡到九點 但是還是很熱 現在荷蘭的掌聲鼓勵 好開心 等一下睡才可以 迎接溫暖的陽光 該換窗臉了 我的窗臉是那種 的那種 然後 不是那種 然後 因為 窗會有點透光 所以它就會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 會有點透光 因為今天下雨 大家好棒 但我是覺得 其實 是好的啦 早點起床 然後 就是 但 先讓我早點睡吧 就是我 如果我其實很早睡的話 我六點起床 我也沒關係啊 這樣 如果我醒來是精神的話 我沒有想要睡這樣 白扇窗 不是是那種 一片的 一片的 不知道叫什麼 最近下雨 早上就沒有那麼熱 我還是覺得好熱 因為自從 好可愛 自從 自從什麼時候呢 是什麼 自從好像有蟲蟲危機之後 然後 我就把那個窗都關起來 然後 這樣就很熱 那你早點睡 你要跟自己說 對 事與打噴體 超可愛的 不想早睡 蠻不想早睡的 因為 不知道 就覺得 好像還可以做點什麼 還可以做點什麼 等一下 好好笑 你那個窗戶沒有窗臉 有 然後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呢 就是 風太大 然後 它就 那個風 好像就兩天前吧 風很大 然後 那個風就讓那個門 就是 吹到那個門 很用力的關上 就很大聲 嚇到 今天會長早睡嗎 也不會吧 今天應該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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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可以吧 大家 OMG 一點不行嗎 一點可以吧 差不多 明天有什麼事嗎 明天有事 明天 有自己的事 嗯 好 反正很用力的關門 然後 然後我就把它打開之後 然後我就出去 拿東西 我出來客廳拿東西 然後我打開之後 它又很用力的關上了 然後就 超大聲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畢竟 太大聲了 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 後來 然後 我就 我就拿個東西 我就拿了個 東西 想要就是 頂在那個 門口 這樣它就不會被 吹到這樣子 然後我頂著的時候呢 我的手機 就 因為我那個時候拿著手機 然後我又在弄那個 門 然後我手機好像就自己 剛好開了一個 開了那個大群 就是TP的大群 就是經濟姐姐都在的那種 然後我就按到 你們知道嗎 多尷尬 就是我就按到 但是我沒有發現 我就是打了一堆 而且我 因為我有泰文鍵盤 然後 就打了 很長 這麼大的一個 就是LINE 然後加了這麼大 然後就是 一些亂麻 你知道嗎 Sorry小型我先去加班了 Goodbye Bye Bye勇哥 加班加油 加點睡喔 然後 然後就發出去了 你知道 然後 對 然後我就打了一大船發出去 但還好 最還好 最還好的是 最還好的是 一分鐘我就發現了 一分鐘之內 但已經有六個人看過 我覺得經濟姐姐已經看過 反正我就先收回 然後兩個人 有兩個人密我 一個是Nazumi 他說寶貝你打錯了嗎 我說等下跟你說 然後我就先收回 然後還有 還有潔心吧 但我不確定潔心是不是這件事 他說他突然過來問我說 你還好嗎 是不是很像那種求救訊息 大家知道嗎 就是 我剛剛講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感覺很像那種求救訊息 就是因為你沒辦法 沒辦法然後就 按按按按按按 我是不是看太多那種 懸疑片 對不對 但還好不是打什麼字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全部都是那種 英文跟太文化 我不爭氣的笑了 別嚇我 對就是按錯 但是還是 你知道就是很嚴肅嗎 那種工作群 那種工作群很嚴肅 HELP HELP 沒有然後 潔心問我說 潔心問我說 你還好嗎 然後我回他笑死 好好笑 好好笑 對 好我想要找一個 這個也可以啦 想要綁 我真的很好笑 我這個人真的很喜劇 自己講啦 就是我也不想啦 我也不想這樣子啊 這很尷尬耶 Oh my God 真的是 潔心好暖 對 潔心好好暖 真的醉了 那個時候才中午好嗎 才中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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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我姓 我叫杜曉青 哈哈哈哈 才原大 對啊 他們習慣了 可是姐姐在啊 OK 沒關係 沒關係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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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晴看到 被看到 汗服的姓氏 你還記得 什麼 小晴被看到都都會害羞吧 嗯 正常的時候 就不會害羞 她還沒有準備好 她就會害羞 她還沒有準備好 她就會害羞啊 杜小姐妳好 妳好 謝謝 陳恩的楓葉 姐姐有說什麼嗎 應該希望她沒有看到 當然是 趕快 我沒有等很久 我就是一分鐘 三十 三十 七分發的 然後三十八分我就收回了 只有六個人 看到 還沒有準備好 但我 我有看到那個 就是 剛剛截指的 深邪的 圖片 對 對 請問小晴的肚子準備好了嗎 才不會那麼容易給你們看 哼 你們就可以看到我的肚子 其實我 我的肚子 就是我整身 上下 身材的部分 就是 肚子還可以 不是肚子啦 腰 雖然也不是特別瘦 但是 就是 腰這部分 還算是比較可以 還可以見 的 好啦 我覺得 簡直可以問那個 現在的時間 簡直就可以問那個 上次的什麼 50問 還沒有問完的東西 然後中間 它裡面有一個 問題是問說 你最喜歡你自己的 身體的哪一個部位 大家 大家最喜歡哪一個部位 我跟你們說 我要分享 我最喜歡我自己身體的 一部分 就是這裡 很喜歡這裡 那我覺得這裡很好 我覺得這裡很好 這裡很 我不知道這裡很滑 這裡很 就很喜歡這裡 就覺得嫩嫩的 自己講 對 而且手背很白 因為我臉太白 我手就是很白 就很喜歡這裡 但是 我覺得我手太小了 我要開一下我的來 音樂機 地板也很好 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裡 但我不是 我不是 那種 我不是 就是對比別人 我可能沒有那麼好 但是 我自己滿滿意 這裡 但很多人 這裡都很好看 我也很喜歡看別人 就是這裡 這裡叫什麼手背 直到這個部分 直到這裡 就是 這個框框 它有那個骨感 有那個骨感感嗎 沒有 看起來很純 好像很純 算了 不會用 嘻嘻 嘻嘻 欸 絕對小青的眼睛嘴巴 牙齒都很好看 謝謝 小青的絕對領域 小青的絕對領域是哪裡 秀套跟 手臂之間 絕對領域 這裡啊 這裡不是絕對領域 這裡 蚊子最愛頂手 對 欸沒有 我的腳很容易被頂 謝謝承恩的 楓葉 握手可以握手背 我們就手背捧手背 TV除了小青以外 誰最好看 我的花 顯迪奇 對 竟然用手抵你腿好像沒問題 這裡 絕對領域 可見可 可看可看不到的鎖骨 隱約可見的鎖骨 還有什麼 啊 有那個啦 襪子 襪子跟褲子中間的 只會看到一點點的那個肉 那個超級 絕對領域 襪子跟 長褲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的腳踝嗎 腳 腳 管 那邊 就是 絕對領域 對吧 我覺得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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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Where's my water? 那是男生創新的 對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其實我真的覺得是耶 男生 你的審美觀蠻特別 你講這句話也蠻特別的 你講這句話也蠻特別的 跟褲子中間的 男生穿西裝太好看 對吧 我也覺得 對吧是怎樣 對啊我也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最近有get到西裝 但最近不是馬子柔心西裝外套 就是女生也會穿 很帥的西裝外套 我覺得那樣也很好看 很帥 你們可以 多 穿西裝阿 西裝外套 帥哥西裝 制服類都很讚 小心喜歡什麼顏色的西裝 小心穿西裝 小心 小心沒有肩膀阿 蛤 我要電那個 叫什麼 電肩 才可以挺起來 軍服或褚師服也之類的很棒 我最近覺得西裝就很棒 對 西裝真的很棒 對 現在沒有外套有點尖 感覺想要在 因為我 很 宅 就是 我身體比較小 看起來 怪怪的 看來之後活動會看到很多穿西服的人 開玩笑 日本的穿西裝 靈版西裝 小晴特工需要一套西裝 小晴特工需要一套西裝 我覺得我這樣就可以拉 髮廊 欸我有那個欸 這裡附近的 算了 我有剪刀 理髮手 欸有欸有欸很像那種 髮廊 然後這邊就會插著一把書 這樣 好好笑 公園我穿小青日梯 小青日梯加西裝外套 超不搭是不是 就是 不要亂玩手機 欸不是不要亂玩手機 不要亂玩剪刀 但看大家穿什麼 什麼西裝外套 黑色加 好像也可以 這什麼遊戲 喔我想起我以前還玩過 就是還講過什麼 如果幫 成員們套一個RPG角色 設定的話 下次再玩 好好笑 簡單版cosplay 角色扮演 因為我還綁了個馬尾 太熱了 綁到馬尾感覺就很像那種 打工人 嗯 想很喜歡造型師還是髮型師呢 嗯 嗯 是以一個什麼 前提 來問這個問題 是說我想要成為造型師還是髮型師 還是你說 職業還是 什麼 造型師還是髮型師 其實 一個有剪 一個沒剪 是不是 有沒有延伸版 沒有 禮拜天會有免費冷氣 造型師 一個是編 一個是剪 那可能是 編吧 造型師吧 那我不會剪髮 我只會剪瀏海而已 而且也不會幫別人剪 太難了 太難了啦 剪頭髮 懷念小型的宿舍站隊系列 宿舍站隊系列 我 已經開始忘記了 我是不是有編個故事 好好玩喔 下次再來玩好了 那個 因為而且最近沒什麼 SSKL拍什麼照片 不然的話又可以換那個 角色設定 超好玩的 下次再來玩好了 下個禮拜的直播之類什麼 對 我忘了 我已經忘了 但我記得 我好像 弄完之後 好像 小滴是不是有幫我畫畫 對 小滴好像有幫我畫畫 所以 所以 就還記得那個FU 我記得顏色 我記得顏色 好 哈囉 你好 對 咳咳咳 謝謝Steven的 續費 好棒喔 宿舍站隊 那宿舍站隊 大家都不在了 竹竹講話好小心 那戰隊系列的反派是誰 但是現在沒有反派吧 好像沒有 欸 大家現在突然過來問我 戰隊裡面都有誰 我都忘了啦 我都忘了啦 請找 杏偉 請找杏偉 好奇戰隊 要蠻久之前的 真的是 對 而且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 我寫過一篇 就是 不是 設的 就是 角色 設定 什麼 就是 就是 跟本人無關 但想要寫一個故事 那一種 小琴 思雅說想要問你問題 來啊 喔 好奇戰隊 你怎麼說 你是亂錯了 PK我是亂錯了 應該沒有 我是亂錯嗎 沒有了 這裡是call 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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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那個生日 我在call out你 求救 請問生日快樂歌的粵語要怎麼唱 祝你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mín 生日快樂 請你生日快樂 請你生日快樂 哦 就你生日啊 快樂 有點像收到生日快樂歌的人 對 是這樣沒錯 預備 預備 我跟你說你今天生日 我就唱粵語版的音樂 真的假的 真的 如果我還記得怎麼唱的話 我就 我錄語音 我現在我會記得 我會記得 我現在想一下怎麼記 我就可以記起來 我會想一個口訣把它記起來 好 對 好 你今年的生日禮物就是 粵語版的生日快樂歌 太像了 你們很棒 超棒的哦 超棒的生日禮物 超棒的生日禮物 好 沒事 我要結束了 好 拜拜 你要結束了嗎 我還在十五分鐘 我也 我在八分鐘 好好笑哦 笑什麼 笑什麼 好 她們都說你不會記得住欸 笑 我會 我現在還記得啊 九里三呀 Final 林坤 你問 三呀三呀 哦 九里三呀 Final 你答案可以寫筆記 好 三呀 好 我等一下寫筆記 好啦好啦 對不起 亂錄你直播 OK 好啦好啦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欸 怎麼按結束啊 哦 按叉叉 好 拜拜 摳套了吧 好好笑哦 好好笑哦 桑牙拍咯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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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也拍咯 謝謝常恩的掌聲鼓勵 所以也是會唱 嗯 香港感覺都比較常唱 好像...英文吧 好好笑 對,好像是,好像是 謝謝,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 原本我已經在一個晚安台的狀況 就是已經非常的...down 就是一個安靜狀態 然後趁下進來就很那個...很high了耶 謝謝Tim的掌聲鼓勵 謝謝...謝謝晚熊的掌聲鼓勵 意外插曲,對啊 好開心喔,偶爾跟趁下有撞到時間 就很棒 好啦,大家 我今天要來講睡前故事 因為今天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晚安台 所以我今天要講很久沒有講的睡前故事 講完之後呢,大家就趕快去洗澡睡覺 然後,希望明天風沒有那麼大 如果風真的很大的話,說不定會有颱風假,會嗎? 是不是難得西亞比你high的時候 沒有,她直播都蠻high的吧 畢竟我...我就是要...今天就是要秉持這個 晚安台要有晚安氣氛的部分 我覺得是...沒有 我覺得是...沒有 你們去睡嘛 你們去睡嘛,又不是我 對啊,幹嘛這樣子 我們大家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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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錢睡覺 我都不敢講一點半了,你知道 我都不敢講一點半了 我都不敢講一點半了 晚安是雙方的 晚安是雙方的 洗澡了 因為會被冒冒罵嗎?她不會罵我啦 你們要工作,你們不要辛苦沒 我還沒有要...還沒... 我還沒開始工作 小心還是早點休息 我會的 你知道都是你們 我要跟你們...我要抱怨 就是都是你們上次有一次想什麼 都是夢夢 就是...就是...就是一直說 都是夢夢找什麼小青聊天 就是夢夢不要... 然後她就是那天晚上她就說 你趕快去睡覺 不然然後你的粉絲又說 我要叫你睡覺什麼之類的 你們不能這樣子 誤Q夢 我有Q夢 現在小青直播我都會先洗好澡 躺平等你直播 然後看到自己的水 那很棒 你很棒 對啊其實明明就是我纏著夢夢 你們怎麼能夠把... 這個帳算到人家手上 人家頭上 對... 這是隔空放閃...放閃...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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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你們講到夢夢嘛 叫你去睡覺很好啊 你哪有... 我就還沒有要睡麥 然後她就不會跟我講話了 戴紅毛巾 好啦 好啦,大家有點誇張囉 好,然後,所以呢 我們呢,是否呢,可以 講個睡前故事,然後 大家就聽完故事之後呢,有這個 想睡覺的感覺 然後就可以先去洗澡,洗完澡之後就可以去睡覺 今天呢,要講的故事呢 叫做小鴨子嘎嘎 小鴨子嘎嘎,冒後,勇敢做自己 好 欸,他有毒欸,他可以找人毒欸 勇敢做自己 你們聽到 欸,好好笑喔,不行,我要自己講 對,他叫嘎嘎 嘎嘎 我不想聽他講 好好笑 我不要他 你們,你們好好笑 我不想聽他的 為什麼,感覺你們的 你們的留言看起來好好笑喔 然後說,欸,你們有聽到他講話嗎 我不想聽他的 蛤 不想聽這個大叔講話 你們好好笑喔 拒絕 好好笑 你們有點可愛 一點弄 好啦 那我們來進行今天的睡前故事 嗯,今天的故事呢 叫做 勇敢做自己 那我要開始囉 好 好,這邊就 在這 好,非常正面 等一下 可以嗎 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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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對不起 好,開始開始 等太久了吧 非常正面 當 怎麼,他剛剛說什麼 嘎嘎 嘎嘎 當嘎嘎還是一隻蛋的時候 就被爸爸媽媽弄丟了 幸好 雞太太受留了他 從出生到現在 嘎嘎從來沒有見過第二隻鴨子 他一直跟 雞太太一家生活在一起 並且固執地認為自己也是一隻小雞 有一天 有一天 雞太太把他帶到了河邊 說 嘎嘎 試著去河裡游泳吧 嘎嘎問 為什麼 雞太太說 因為這是鴨子天生的本領 雞太太覺得 要讓嘎嘎成為一隻真正的鴨子 嘎嘎 害怕的發抖 河水那麼寬那麼深 我會被淹死的 雞太太鼓勵嘎嘎 不會的孩子 你是鴨子 鴨子天生就會游泳 像是水牛 河馬 大白鵝一樣 嘎嘎想了一下說 可是他們的個頭都比我大 而且他們不是鴨子 嘎嘎總是有自己的理由 而且不管雞太太怎麼說 嘎嘎始終很害怕 越害怕就越出問題 看 嘎嘎一不小心滑進了河裡 這可把他嚇壞了 他手蠻腳亂的 瞎撲騰 嗆了好多水 雞太太急忙的喊救命 還好 小河馬及時趕來 把嘎嘎拖上了岸 嗯 從此 嘎嘎就更害怕河水了 他甚至認為鴨子根本就不會游泳 所以每當大白鵝在河裡扭著腰說 舒服極啦 嘎嘎趕快下來吧 這個時候嘎嘎總會說 不 我不會游泳 上次就差點被淹死了 當小河馬一邊拉著嘎嘎走向河邊的時候 一邊拍著胸脯打包票說 來吧 有我呢 這個時候嘎嘎也搖頭說 不不不 我再也不敢下水了 當小水牛帶頭在河裡打水仗 並朝嘎嘎招手說 一起來玩吧 好玩極了 這個時候嘎嘎跑到我旁邊說 不不不 我要離河水遠一點 就這樣嘎嘎成為了一隻 嗯 汗鴨子嗎 乾 汗 汗 汗 這個字怎麼念 大家救救我 汗 汗鴨子 好 就這樣 嘎嘎成為了一隻汗鴨子 鴨子 為了幫嘎嘎克服恐懼 雞太太想了一個絕妙的主意 她為嘎嘎準備了一個浴缸 鼓勵嘎嘎先在浴缸裡面游泳 比起又寬又深的河 小小的浴缸一點也不可怕 嘎嘎很快就喜歡上了泡在浴缸裡的感覺 有時候她甚至還想像大白鵝一樣在水裡扎個猛子 可是魚缸太小了 哎呦 嘎嘎一下子撞到了頭 不久 雞太太又送給嘎嘎一個漂亮的游泳圈 還笑咪咪的告訴她 嘎嘎只要把她套在身上 誰都可以在河裡游 嘎嘎半信半疑 一天中午趁大家都睡 午覺的時候 嘎嘎偷偷的抱著游泳圈來到了河邊 她想要試試看游泳圈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 當然這件事她不想要讓其他人知道 嘎嘎來到了河邊 套上游泳圈 先伸出一隻腳 可是剛沾到一點水就嚇到縮了起來 然後她換另外一隻腳 可是還沒有沾到水 又嚇得縮了回來 哎沒辦法 嘎嘎一碰到河水就全身發抖 一點力氣都沒有 心臟也會噗通噗通跳個不停 今天的故事好長 嘎嘎把游泳圈潤到一邊 一屁股貪坐在河邊 沮喪的上 太可怕了 鴨子根本不可能在河邊游泳嘛 突然不遠處 傳來了一陣呼救聲 嘎嘎跑過去看 原來是貪玩的幾小妹 不小心掉到河裡面了 正在慌亂的掙扎著 雞小妹看到嘎嘎大聲的喊 嘎嘎快來救我 嘎嘎很焦急的說 可是我不敢下水 她猶豫著想要試著伸手 把雞小妹拉上岸 可是雞小妹可是在河中央呢 嘎嘎快救救我 你是一隻鴨子 天生就會游泳的鴨子呀 雞小妹看著快要沉到水裡了 嘎嘎急的團團轉 為了鼓勵自己嘎嘎暗暗的說 沒錯我是一隻鴨子 一隻天生就會游泳的鴨子 不怕我是一隻勇敢的鴨子 然後嘎嘎就閉上了眼睛 噗通的一聲跳進了河裡 嘎嘎一心想要救雞小妹 不知道哪裡來的近 幾下就游到了她的身邊 嘎嘎沒有想到自己還能夠潛入水底 把雞小妹背在背上 穩穩的快快的游到了岸邊 雞小妹總算得救了 她激動的說 嘎嘎你真勇敢還是個游泳高手呢 嘎嘎這才反應過來 她可以游的那麼好 她自己也沒有想到 這個時候嘎嘎身後傳來了掌聲 原來大家聽到的呼救聲都趕過來了 他們看到嘎嘎救了雞小妹 又吃驚的又佩服 紛紛鼓起掌來 小河馬誇讚著嘎嘎的勇敢 說她已經是一個真正的鴨子了 嘎嘎紅著臉不好意思的嚷嚷頭 她也為自己的勇敢感到驕傲 她想我再也不是一隻汗鴨子了 現在嘎嘎也再也用不到浴缸 她每天泡在河裡抓魚打水仗 至於那個還沒有用過的游泳圈 嘎嘎把她送給了雞小妹 看她也可以在河裡游泳了 嘎嘎和雞小妹一起玩真開心 故事結束 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 謝謝謝謝阿光 謝謝中和貓貓 謝謝中瑩的帶你去瀏覽 這是一個壓壓努力 克服自己的心魔 然後做一個勇敢自己的故事 遇到危機的時候把潛能激發出來 嘎嘎太神啦 請以後叫我女神嘎嘎 謝謝修哲的守護靈 謝謝有希希樂的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 完美解決 故事講完了 生活中我們遇到同伴落水的時候 一定不要自己營救 因為我們不是鴨子嘎嘎 也不會游泳 一定要呼叫大人來幫忙 一定要記住嘍 這是後面的評語 知道嗎大家 大家沒有 大家先去找救生員 如果看到別人落水的時候 找 就是先 先 就是不會游泳的 不要勉強 對對對 好 好啦可以睡了 喔有救生員執照 你好棒喔 謝謝荷然的行李箱 先大叫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我來聽一下 被爸爸媽媽弄丟了 幸好 河里游泳 嘎嘎 半信半疑 一天中午 趁大家睡午覺的時候 他講的比我好啊 抱著游泳圈 來到河邊 雞小妹又吃驚又佩服 紛紛鼓起掌來 謝謝 我不要他說 先不要 大家可以睡了 我不聽 你們好可愛喔 好好笑喔 不行沒有晚安感 走了走了 是嗎 好啦 反正這個故事呢 就是 說著嘎嘎很勇敢的 克服自己的心魔 然後就 救起了他的 雞小妹 就是我覺得我們人生中 有很多 事情 其實 你知道你自己是可以的 但就是你自己 為自己設限了 你就是害怕了 但 只要你願意去挑戰 你願意去試試看 當然也不是說 呃 就是 危險的事情 例如說你真的不會游泳 你不會覺得 欸我衝下去我就會游泳了 也不是這件事情 但是 有時候 有些事情 其實 就是我們自己 為自己設限了 所以大家可以再勇敢一點 去挑戰自己想做的事情 例如 小琴就是 想要 所以最近小琴其實有 一樣的想法 就覺得 有很多事情 我只要勇敢的去試試看的話 說不定我就會成功 我就想要去做一些 自己 想做的事情 對 努力的 去做 這樣子 對啊 幫大家 就是 洗掉大叔的聲音 這樣 像小琴勇敢的踏上 海盜船 那是 被迫 被迫 好嗎 我剛剛講了 跟 除了生命 無關 坐海盜船 會 跟 對生命有危險 就 不要再常常試 這樣 哈哈 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勉強自己 好啦 謝謝 謝謝何然 謝謝何然 的禮物 的禮物 那我要念排行榜了 今天也謝謝大家來看小琴的直播 想說 哦 謝謝 urati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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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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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是中吟 谢谢中吟 第五名是T 谢谢T 第四名是阿德 谢谢阿德 第三名是中和喵喵 谢谢中和喵喵 第二名是开心 开心 健康第一开心第二 谢谢开心 但第一名是坏坏 谢谢坏坏 谢谢开心 谢谢坏坏 谢谢初封的告白气球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新的直播 今天也很快乐的跟大家度过两个小时 没有放BGM 因为我最近觉得 就是有点 就是好像还蛮不错的 就是静静的讲故事 下次 下次 如果大家想要看火火一点的 下次我们 晚安台以外 我们就可以再做点其他事情 大家辛苦了 今天一整天 然后明天记得 还是要带雨具阿 对大家就是 直接把那个雨伞放在 放在包包里吧 福德跟嘎嘎掉到水里面 你会先救水 福德 哦 其实两个都不用救啦 因为两个都会浮起来 小新也要注意安全 我会乖乖带在家里的 应该 对 我们的年历 现在有年历票 年历不年年年年年 年历票选活动 那希望大家可以投小新一票 详情呢 就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站 查询 福德 都投了 谢谢大家 惯例宣传一下 然后这是小新的 IG 大家可以追踪 是不是这个泡面 够吗 够 还等机型变好 好啦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来看小新的直播 跟你们聊天 对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大家晚安 早点睡 早点睡 我来找SSK聊聊天 拜拜晚安 晚安 好啦那我关咯